大家好,今天拜登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 21号他宣布放弃竞选连任 24号晚间8点,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拜登发表了退选后首次演讲 拜登表示他决定最好的前进方式就是将火炬传给新一代 这是团结美国的最佳方式 拜登这次演说是退选后首次公开演说 他说我尊敬这个办公室,但我更热爱我的国家 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 但为了捍卫民主,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比任何头衔都更重要 我从为美国工作这件事获得更多力量与喜悦 他强调他相信他作为总统的成绩 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对美国未来的愿景都值得连任 但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止我们去拯救民主 包括个人志向在内 拜登表示他认为向前迈进的最好方法 就是将火炬传给下一代 这是团结美国的最好做法 拜登间接地承认了美国已经分裂了 拜登指出,在几个月后 美国人民将选择美国的未来之路 我已经做出了选择,表明我的观点 我要感谢我们伟大的副总统哈里斯 他经验丰富,坚强有能力 他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也是我们国家领导人 现在选择将取决于你们,美国人民 你们将做出选择 针对最后六个月的任期 拜登表示他会持续发展经济 捍卫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 以对抗极权主义 让美国不再发生暴力 在国际外交方面 拜登表示他会努力结束加沙战争 为中东带来和平、安全 也将持续继续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同时北大乡公约组织会变得无比强大 那现在有民调显示 这个哈里斯领先川普 两个百分点 他是44% 川普42% 但这个民调现在都没有被认可 都没有被认可 那拜登这个发表讲话 内塔尼亚胡呢 前往美国 在美国国会也进行演讲 说以色列的胜利也是美国的胜利 内塔尼亚胡呢 敦促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谈到战后加沙的非军事化和去基进化 说对人质或是表示充满信心 内塔尼亚胡说 为了让文明的力量取得胜利 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保持团结 那他的话呢 赢得了共和党议员的热烈掌声 内塔尼亚胡为以军的行为进行辩护 说在中东伊朗的恐怖中心 对美国以色列和我们的阿博盟友构成挑战 这不是一场文明舰的冲突 而是野蛮与文明的对决 内塔尼亚胡敦促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并谈到战后加沙非军事化 去基地化 内塔尼亚胡表示 对释放哈马斯扣押人质的谈判结果充满信心 他说以色列的胜利也将是美国的胜利 我们不仅在保护自己 我们也在保护你们 我们的敌人就是你们的敌人 我们的战斗就是你们的战斗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哈里斯因预定行程没有出席 哈里斯计划于周四与以色列总理会晤 内塔尼亚胡还计划于周五 应前总统川普的邀请 前往福利达州的海湖庄园与川普进行会谈 内塔尼亚胡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 对特朗普表达了诚振的敬意 他说我要感谢特朗普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 从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 到对抗伊朗的侵略 以及承认伊罗沙冷为我们的首都 并将美国大使馆牵制当地 并谴责针对共和党候选人卑鄙的暗杀几度 那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呢 特朗普如果获胜的话 共和党他会全力支持以色列 那现在呢中国也在促成巴尔斯坦建国 那么也就是说川普是绝对不会支持巴尔斯坦建国 所以你看这个中东就出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川普回归以后 那么美国他会公开支持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的行为 那阿拉伯人如果在巴尔斯坦建国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 那么以色列他和巴尔斯坦的冲突就会成为阿拉伯人和美国之间的冲突 因为美国未来想安抚 特别川普上台以后想安抚阿拉伯人 就会因为巴尔斯坦建国被美国否决 对美国产生敌意 那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他就很难再脱身 也就是说未来的巴尔斯坦建国以后 会形成新的 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一个新的 战略陷阱 就是巴尔问题 那美国会被牢牢牵制在中东 另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美国他想从 特别川普想从乌克兰问题上脱身 那么他又掉进了中东巴尔斯坦问题的陷阱 就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给自己挖的坑太多了 他老想当世界老大 到处去给人家许愿 对吧 我要救你 我要给你提供民主 挖了这么多坑 过去也享受了这么多的地缘政治的红利 但现在来看 他最重要的目标是中国 要和中国竞争 那刚想放下自己手中的这个乌克兰 放下这个问题 结果又来了一个巴尔散问题 巴尔问题 和阿拉伯国家未来怎么办 你看中国现在正在积极的支持巴尔散建国 包括在北京签署了北京宣言 虽然现在美国也可以从中作梗 就使巴尔散内部不团结 使各派之间发生冲突 甚至互相之间的战斗 但是中国正在积极的运作巴尔散建国 就是你们各派呢 你可以先成立一个国家 巴尔散建国以后 各派在国会斗争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能缓解巴尔散内部毛 所以这是以色列无法接受的 那么川普呢 他也不可能接受 所以川普必须公开表态支持以色列 那就会和阿拉伯人和巴尔散 形成冲突 所以他最后又掉进了巴尔散这个坑 所以他没有能力把整个的美军势力 从欧洲中东向东亚集结 这就是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在国际上 因为过去全世界地缘正是冲突 他把军事力量部署在欧亚大陆 那么造成了他牵扯问题太多 他无法专心针对中国 在国内又因为共和党民主党 党内这两个党的斗争 那造成美国民主实际上出现了分裂 所以美国现在的整体的政治局面 地缘政治环境 其实并不像美国说的那么有利 而美国自己最大问题就是美国滥溢美元 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最后导致自己出现大的问题 还幻想着收割中国 收割世界其他的大的经济体 来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中国一直在讲 你看这个巴以问题 中东问题 还有乌克兰问题 那库列巴现在也到了北京 到了中国和王毅会面 库列巴来干嘛 不就给你川普看吗 你 是吧 点完一把火你就想跑 你想走 你想往哪走 那库列巴看得很清楚 乌克兰这个泽连斯也看得很清楚 你跑不掉 战争你点起来了 你是不是让乌克兰死了这么多人 你轻易给你就想走 不扒你层皮 你美国想走 那么轻松吗 你川普 你上台以后 你美国拍拍屁股 你想走 能那么容易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啊 美国想专心针对中国 对抗中国 想联合各方势力 放下乌克兰 放下中东 单独跑到东亚来对抗中国 美国没有那个实力 现在 其他方向的问题更多 你美国不解决 你美国不解决 你美国欧洲的盟友 中东的利益 就要放弃 所以我一直在讲 美国实际上把自己 陷入一种困境 地缘政治的陷阱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就是美国它这个国家 就是因为过去极其的膨胀 产生出太多的问题 自己又没法解决 只能把矛盾问题向外部转移 结果导致美国现在没有解决 自己内部问题的有效机制 而现在想把问题往外部转移 你想收割中国又割不动 想把这个战火点到其他方向 又因为中俄的合作 你这个战火在欧亚都又烧不起来 你俄罗斯什么那么强大 俄罗斯像防火墙一样 你根本拿俄罗斯没办法 你只能燃烧乌克兰 这是小火 小火对美国没用 对吧 对乌克兰是毁灭性的 所以美国现在发现 它谁都收割不动 自己内部问题转移不出去 自己很快就会燃烧起来 所以我一直在讲 什么叫美国 什么叫民主 美国人的民主 收割其他国家的人 收割其他大陆人 为美国民主创造力量 就像当年罗马一样 罗马人之外全是奴隶 所以罗马人拥有民主 大家可以选 但是其他人都是奴隶 奴役欧亚大陆 奴役其他种族 这就是美国的本质 但是现在自己看来也是 日落西山江河日下 收割不动了 自己那点霸权很快也要旁落 最大的敌人中国竞争呢 但是手上问题太多 竞争不过 所以我再说 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如果不能及时解决 不能解决美国真正的 根本上的 它的一个所谓政治制度 结构性问题 美国未来和中国竞争 没有任何剩的希望 美国现在就是吃老底 一旦自己这点东西吃没 霸权消耗掉 一点一点被蚕食掉 美国最后 会回到人类文明的边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